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在北约 现在沉浸在欢乐的气氛当中 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示要加入北约的这个时候 前两天说是要加入北约的这个芬兰和瑞典 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瑞典的民众上街反对加入北约 他们反对加入北约的理由是什么呀 很简单 第一条 说瑞典呀 你加入北约之后 你就失去了在世界政治中独立立场没了 独立的瑞典发展的很好呀 你干嘛要去抱团啊 你跟别人抱团 那别人打起来的时候 你不就跟着打进去了吗 这符合瑞典一贯的独立的立场吗 符合瑞典的利益吗 第二条说北约成员国的发展不稳定啊 对不对 这好比一个人性情很冲动 他老惹事 他东打西打的 瑞典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命 把自己的命运绑在别人的脾气上 他脾气好也行啊 据说人最重要的修养 就是平和的心态 北约 心态不平和 气很壮 胳膊出了一起大 想打这个就打那个 寻心 寻心姿势在大街上跟牛二爷 你干嘛要把自己的命运绑在这么一个失控的脾气上的第三 北约一直在找敌人 横行的在街寺之间啊 对外作战 理由他天天也不充分 比方说打科索沃的时候 他理由充分吗 打阿富汗的时候他理由充分吗 现在看起来 北约参加的那些战争啊 证据都显不足 但是阴谋呢 却不少 第四呢 反对瑞典加入北约 就仅仅从安全角度来考虑问题 不加入北约 也可以和别的国家合作 北约这些国家哪个都可以和瑞典合作 加入北约反倒限制了自己 在反对者看来这属于作茧自负 这个聚集抗议者 他们的说法很有意思 他们说 我们不相信北约会导致和平 北约就是导致战争 这是他们口号 那你看这图啊 抗议者打出标语 标语蛮有意思的 我就是标语很有水平啊 这瑞典无需北约来保卫和平 这标语一 标语二 北约需要瑞典来发动战争 我说也不需要你北约来保卫和平 北约却需要瑞典来发动战争 这话说的很艺术吧 很巧妙 第二台采访 结果呢 现场那些人就强烈批评 社民党在北约问题上 你立场变化太大呀 你这个立场变化的 所以这个参加示威游行的人 他们都有一个疑问 共同的疑问 就是你观点这么变呢 你们到底是不是受到外部的勒索和胁迫 如果是有人拿刀逼着你们 那我们老百姓要替你们出头 你们把道理讲出来 那当然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 瑞典的环境党 环境党表示说即使芬兰选择加入北约 我们也不加入 所以这次呢 发动抗疫游行示威的 主要是呢 这个环境党 瑞典环境保护 做的是极好的 全世界都数得着的 知道吧 美丽的鲜花的国度 瑞典的鲜花 瑞典的花园 你看一看到瑞典旅游 大家都看那种东西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去过瑞典 我是去过的 那国家真是花园一样城市 还有一个印象深刻 那就难得你怎么那么高啊 他们都跟 我跟着麦子似的 我一看他们都跟 那向日葵似的 跟那高铃杆 蹭那个 那个头长得 一米八 一米九 两米 跟玩一样 那是一个细高细高的 这我的瑞典的印象 他们认为啊 历史的重大决定 不能轻率 尤其不能感热闹 不能一时冲动 就加入了 接上世卫游行的口号 这边还嚷嚷着呢 啊 嚷嚷着呢 报应就来了 瑞典啊 和芬兰同时收到了 来自俄罗斯的警告 俄罗斯说 希望瑞典和和芬兰 你们好好想清楚 一旦加入北约 如果你们真的就这样加入北约 那整个北欧地区啊 你们所在的北欧地区就将成为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之前的潜在的战场 炮火够得着你们 和平的年代久了 烧包了吧 不想过好日子了吧 至于芬兰和瑞典你们自己想拜什么 拜什么角色 你现在看看乌克兰就知道 这话说的是很具体的 虽然是话说的很严重 那很具体的 乌克兰也是指望北约保护吗 就算加入加入 虽然还没加入 但是呢 他把外人拉进来 置于两个斯大夫兄弟之间 本来是两个兄弟之间呢 在列宁斯大林时期 那兄弟般的团结 在赫鲁小时期 赫鲁小夫 比尔涅夫时期 也是兄弟般的团结 现在刀兵相见啊 一片火海啊 除了成就一个南一号以外 多少老百姓声灵脱炭 光是难民 500多万了 现在没准600万了 这个瑞典的政客 现在他这个操作呀 现在一个词叫骚操作 看不太动 你不知道 怎么理解 怎么叫骚操作啊 欧盟恐怕都看不懂 前段时间这个 还向欧盟就运送武器装备问题 补偿 我们给乌克兰也运点东西 运完了之后呢 就跟欧盟要钱 说这个东西要我白给不行 我必须你拿钱给我 送了点什么东西 没给毒磁导弹 他也没有 给了5000点头盔 5000点头盔 算是我们也介入了这事了 美国不是要求我们必须的支援吗 我们给5000点头盔 当然不是白给呀 你得把钱给我 这事表现的特别是公事公办 但是一眨眼 现在你居然要要求这个加入北约了 这个变化太快 这就像的像汽车 汽车呢 速度太快 哇一转向 屁股一个大白尾一样 好多人看不懂看不懂 你当时你还要9500万 这个瑞典卡朗的 对不对 你现在 你现在居然要拨款230亿美元 就捐住乌克兰 你疯了吧 啊 选民的钱 能这么能这么捐呢 前面是9500万 瑞士克朗呢 这个钱还没要来 这边2300亿美元 你就捐出去了 这瑞典政客善变 为什么会这样 瑞典的政治分析家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压力太大 为压力太大 那为了美国压力太大吗 日子不好过呀 所以既然大家都加入北约 索性就扑腾进去就算了 瑞典知道在北约里面到底谁说了算 谁说了算 那肯定美国说了算 说一个欧洲 统一的欧洲 团结的欧洲 那是口号 是美国大哥在这绑定 绑群主是美国 众所周知 瑞典在二战的时候是中立国 中立国身份 所以二战的时候 瑞典呢 他没有像有些国家被炸了个洗巴烂 他是欧洲在二战期间 极少数没有被战活洗礼的国家 这是个多么了不得的成就 还有一个二战之后呢 瑞典呢 环境搞得好 工业发展的好 完全独立的国藩工业 知道不知道 瑞典呢 第三代战机 远消很多国家 瑞典这么一个国家 能独立生产第三代战机 相当了不得 以前呢 还有独立的防卫能力 和其他国家不同 比较民族气节 脑子比较清楚 北欧人呢 天儿比较冷 比较冷静 所以呢 不跟着胡来 但是现在的 这个瑞典的政客脑子糊涂掉了 这不是要胡来吗 毁掉瑞典吗 也有一部分人脑子清楚 他们认为 北约的真实面目啊 就是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之下 你现在给压力太大 以至于现在的瑞典的 这个政客 他们呢 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只见眼前这一步 而损害瑞典 整个国家的利益 北约是个什么东西 加入北约 北约是个军事组织 是个地方的军事组织 现在呢 北约要扩充到全球去 最近北约国家 那几个女女政客 不是朝着中国使厉害吗 赛琢磨 醒鼻涕 什么东西吗 是吧 现在扩充到全球去 他就是美国推行霸权的工具 把我们邻居吃泡菜那国 泡菜国都给拉过去了 知道吧 那就是美国霸权的工具 你发展快 发展快 这事怎么理解啊 胡同老弟问我 他发展这么快 就问你怎么理解 我的理解很简单 你说就像一个人一样 到了一定岁数 我这岁数 不会再长胳膊长腿的 对不对 肌肉也不会长了 肌肉只有流量损失 只有萎缩 但是如果 司马能的身体 突然有个地方长得很快 那是什么东西 癌症呀 对不对 很多人以为 癌症是一块烂肉 不对 癌症是一块 长得比所有的地方 都好的肉 它吸收了所有的能量 所以它才长得最好 但是它好了 变成好不了了 所以呢 癌症这个东西 扩散得很快 被约在天苏联 亡党亡国之后 这三十年 又原来十几个国家 现在发展成三十几个国家 还要向亚洲扩散 现在呢 它是彻头彻尾的 由美国操纵 变成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 这个癌症 现在呢 要把一块好肉 瑞典也给卷进来 其实很多国家不愿意参与 但是它胁迫你 你不参与不行啊 在威逼利诱之下 这就相当于 健康的机体被癌细胞攻克了 所以现在 瑞典 单靠自己的力量 究竟能不能占上癌细胞 很难 很难 你想想 如果没有正确的诊治 没有抗癌疗法 没有放射疗法 没有靶相治疗 是吧 没有手术治疗 那现在哪一细胞 攻城掠地 相当厉害啊 今天的瑞典 有人到台上去 有人到街上去抗议游行了 这是瑞典觉醒的一个标志 但是瑞典的政客 瑞典的那些呢 决心投靠美国的那些小政客们 他们是不会善干罢休的 二战时候 尚且能够保持中立的这样一个国家 现在陷入了癌症危低的阶段 这是世界大乱的标志 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可能到来的一个讯号 我是瑞典 感谢收看们 下次见